接下来我们目光要锁定太空 来看看中国空间站的载轨运行情况 6月17号的18点48分 三度飞天的聂海胜 载扣舱穹的刘伯明 首征太空的汤洪波 三名航天员先后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 开始他们为期三个月的载轨驻流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公布 今天上午8点天河核心舱组合体 更新了最新的运行数据 核心舱的运行轨道的远地点高度 约391.4千米近地点高度 约386.3千米 今天上午8点的清角为41.452度 中国空间站在距离地面 约388.8千米的近地轨道高度飞行 速度约7.68千米每秒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追更太空生活 最近因为体育赛事激战震撼 不少的人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 东京奥运会的赛场 前两天在社交媒体上 一则谁还记得太空当中 有三个中国人的讨论冲上了热搜榜 一时间的网友们的关注热情高涨 一下子又从地表最强来到了太空 那深州12号载人飞船 自6月17号发射以来 我们的三位航天员出差三人组 聂海胜刘伯明汤红波 已经在太空度过了48天了 他们三个人在太空生活的怎么样 最近的工作安排进展到了哪一步 航天员们是怎么保持身体健康的 生了病又该怎么办 还有不少网友好奇远在太空遨游 能不能同步看到奥运夺金的精彩比赛呢 针对这些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来追更中国空间站 这次太空之旅是中国人迄今为止 时间最长的太空飞行了 空间站状态不错 那三名航天员怎么样呢 实际上航天员们在太空的生活 一直是以Vlog的方式更新着 在中国载人航天官方网站上搜索天宫TV 就可以看到三名宇航员定期发布的Vlog 记录了他们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的 太空生活 现在已经加更到了第九集了 最新一期发布是在8月2号 记录了深州12号航天员们在 空间站采血化验的全过程 在太空生活当中 采血是一项常规的医疗检查项目 不过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太空采血 似乎和地面略有不同 微博账号我们的太空还配文称 看神州12号乘组的采血 瞬间汤护士很稳 聂大队很赞 8月2号 中国载人航天微信公众号发布天宫视频 为了监测航天员的健康状况 航天员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采血化验 而在太空中 这项工作是由航天员自己来完成的 太空采血如何操作 和在地面有什么不同 视频中 神州12号乘组在空间站相互采血 过程与地面采血大致相同 航天员聂海胜先是脱掉外衣 然后挽起袖子 在队友汤红波的帮助下 将止血带绑在自己的胳膊上 然后寻找合适的采血部位 用棉签对采血部位进行消毒 另外一名队友刘伯明 拿着采血器给队友进行采血 采血量在一管左右 等采血量满足要求后拔出针管 太空采血项目就完成了 航天员在太空生活的一举一动 都是备受关注 地面需要实时的了解载轨 航天员的身体指标 并及时的做出调整 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航天员的采血化验 类似的呢 还有航天员互相进行医学超声检测等等 毕竟太空环境特殊 如失重噪声 坐舱压力变化等 作用于人体会引起很多功能紊乱和疾病 如空间运动病 感染性疾病 睡眠障碍等等 那么航天员在太空中生了病怎么办呢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毕竟地面上还有一群航天员医生 时刻牵挂着三名航天员 此前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航天员医间医保师主任徐冲介绍 在地面要严密地关注航天员的身体健康状态 除了一些基本的睡眠 进食 饮水 身体代谢 营养健康状况之外 特别是在进行过出舱等舱外活动之后 还要对航天员的心血管功能 进行严密的检测 包括疲劳恢复 耳气压功能恢复 骨膜修复等等 航天员太空长期出差 要定期地进行健康评估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医间医保师主任徐冲还表示 现在三名航天员自己也能当半个医生了 为了确保航天员安全顺利地度过三个月的太空生活 天地间每天要完成一次医学询问通话 每周要进行一次健康评估 每个月要进行一个综合评定 现在三名航天员自己也能当半个医生了 他们要自己A给B B给C 他们之间互相检查 比如他们要进行自己的静脉采取 进行自己的血的常规 血的生化的检验 包括自己要做尿常规的检测 同时他们要学会超声 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超声医生 他们整个超声的技能也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要互相做 比如心脏的超声 腹部的超声 包括下肢脊肌肉的超声 进行超声功能的影像的评估 那么刚才我说的常规的一些检查 对他们来讲就是小菜一碟了 航天员载轨生活已经48天了 天工视频的Vlog还在不断地更新 在最近两集当中 视频当中回顾了三个人 当初进第一次进驻空间站的时候 如何飞檐走壁地搞装修的 边研究说明书边拆箱 在太空当中玩出了拆盲盒的刺激感 装修累了还可以放松吃个苹果 最近两集当中的三名宇航员 还展示了太空中的花样健身 在天河核心舱锻炼区内 专门为航天员配置了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 抗阻的拉力器等健身器材 在失重的环境下 航天员们在跑步台上运动的时候 需要在腰间系一个橡皮筋 把橡皮筋拴在跑步台上 这样才不会飘起来 如果要骑动杆单车 就需要增加自行车车轮的阻力 才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 舱内的生活紧张有序 舱外的风景更是引人瞩目 在已经公布的天宫视频第六集里 公布了从天宫看太空的独特视角 是不是有种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的感觉 太空景色堪称绝美 6月17号 中国航天员聂海胜刘波明汤鸿波 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 并作为中国空间站首批航天员 进驻天河核心舱 7月4号经过7个多小时的时间 航天员刘波明汤鸿波 安全地返回天河核心舱 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 首次出舱活动 也取得了圆满成功 长达三个月的太空之旅 才刚刚过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人数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舱